HELLO 各位BABY 又到了一星期一次仰半球的時間 為何我這麼興奮? 就是因為萬狗主場再霸一仗 週中他們已經被拖匪堂破了他們聯手21年的老柱 以為對著萬狗施加雞的喜爵 萬狗就會有點甜頭 誰知主場又比喜爵得一夜輸0比1 主場連輸兩場又是一個新紀錄 自從莫財斯上任後已經破了很多紀錄 真是希望他們長破長有 四場球拿得兩分 雖說槍手不是網 你們班萬狗不要掛在網上打飛機 萬狗就輸得慘 他們的縮敵利技就完全相反 有個FIT爆的SOUL出 週中食完個大四起 今場又有入球帶領利技炒西咸4比1 這場球真是好搞笑 球員好像搞不清楚 哪個龍門是對手 哪個龍門是自己 5個入球 既然有3個是翁高撞入自己龍門 買了入球大的Baby 就真是要多謝他們了 利基強勢就維持得住 作客萬無車仔和萬城就不堅持得到 上場緊勝塞特蘭4比3的車仔 後防繼續好像法溫一樣 好像黃大仙一樣有球必應 就算有舒爾利忽然神湧入兩顆 後防又塞夠3顆 認真吹將 兩場球總共塞了6球 魔佬真是要想想辦法 怎樣塞回後防的洞才行 趕到萬城 他們的主場炒人 完全好像不用落油那隻 但作客就腳仔都軟了 這些是男人最忌忌的 所以今場球他們依舊贏不到 入球先都要比修咸頓追和1比1 上爭冠軍這樣下去都真是不是辦法 差點漏了講 今個星期 槍手對拖匪堂這場大戰 雙方的技術水平到相當之高 是一場上心悅目的賽事 但兩邊的後防實在嚴密 要去到80分鐘才由大眼仔先開記錄 當大家以為槍手穩穩陣陣拿3分的時候 拖匪堂的位西班牙新星 迪路費奧 一角乖巧 chip射攀平 再加上保時基魯特的 軟射中柱不入 雙方打成1比1平手 槍手的連勝亦告一段落 至於早前被人插他們進攻無料的熱癡 後防幾好都沒用 因為前面入不到球 是贏不到球的 只不過 經過寶牙斯的禁塞培獄和私人調教之後 對球終於有些好轉 現在連進攻都進步了 就算對著新特蘭先失球都好 最後都可以反擊2比1 輸了球的新特蘭就陰宮珠珠 排在榜下游的水晶宮 金絲爵和富林 全部都贏對手2比0 這個好露波膽又再出現 各位BABY又要留意一下 賺一點橫財去過一個暖粒粒的聖誕 我還未有人約 不知各位BABY懂不懂做呢 好,講回新特蘭 由於其他榜尾球隊都拿到3分 現在就只剩下新特蘭這一隊的積分是單位數 再加上連敗六將的富林 換了領隊之後重拾勝章 新特蘭要擺脫降班的路就更崎嶇了 好,這麼快,體育新聞又報道完啦 再見日月再等下星期啦 BYE BYE